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胡人七连胜北京时间1月14日,胡人128比99大胜雷霆拿下,七连胜稳居西部第一,这又是一场半场花的比赛,上半场胡人就一度拉开到20分以上,雷霆是毫无还手之力,詹姆斯只打了27分钟,戴维斯, 只打了24分钟,詹姆组合都还未发力,雷霆就倒下了,这只胡人硬实力,实在是太强了,勒布朗詹姆斯全场比赛,拿下26分,6篮板7主攻,3分球8中,5是全场最亮眼的巨星,不过这场比赛,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,还有替补西的亚历克斯,卡鲁索,他全场比赛,22分钟,3分2中2,拿下6分1篮板2主攻, 命中率100%,在他的防守下,雷霆核心亚历山大,是4中1,3分1中0,卡鲁索攻防一体,本赛季因为,胡人二年级升塔伦,霍顿塔克进入轮换,打出了一些高光时刻,卡鲁索的关注度,有所降低, 但其实,卡鲁索本赛季的表现,根本不输坦克,他才是沃格尔,最信赖的关键先生,塔克此一五中一,3分3中0拿下,4分4主攻2篮板,效率值不佳,他的问题,就是不够稳定,本赛季塔克与卡鲁索的登场时间,相差无比, 塔克场均16.8分钟,拿下7.4分,2.5篮板2.2,助攻0.92强段,命中率42.9%,3分命中率27.6%,而卡鲁索场均17.4分钟,拿下5.2分,2.6篮板2助攻1.12强段,命中率46.9%,3分命中率52.4%,卡鲁索的效率,值比塔克好太多了, 此前是因为安全协议,他隔离了7天,不然塔克或许还没有这么早进入主力轮换阵容,虽然塔克稀释了他的登场时间,可卡鲁索登场就有贡献,上赛季的卡鲁索场均18.4分钟,拿下5.5分,命中率41.2%,3分命中率33.3%,场均0.6个3分球,本赛季他3分命中率提升到52.4%, 上升了19.1%,海多命中0.8个3分球,卡鲁索从一个不擅长3分投射的防守者,进化为了顶级3D后场,他依旧是湖人外线最可靠的防守者,防守效率100.3湖人外线最佳,百回合净胜11.9分湖人后场最佳,波普,马揪斯,塔克,施罗德在防守上,都无法跟卡鲁索匹敌 如今卡鲁索的3分球,都不再是软肋,他就是一个,超级廉价的顶尖三,本赛季,仅285万美元,相信休赛期湖人,会许约突曼巴,有了这样的卡鲁索外,还想念什么艾弗里,布拉德利,我承认布拉德利本赛季,在热货很出色, 场均22.9分,拿下10分1.9,篮板1.7助攻,0.82强断,命中率49%,3分命中率44.8%,但卡鲁索,也不差啊,卡鲁索的精髓,才布拉德利的一半而已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